大家好 今天要來跟各位做一個營業量申報系統的介紹 首先呢我們要先登入行政越遠環保署 應回收廢棄物營業量申報系統的網站 登入了以後呢 你會看到右上角有一個營業量申報 點選進去 今天呢我們跟各位介紹表2 點選好表2以後點選下方的開始存保營業量 進來了以後呢我們首先可以看到兩個欄位 一個是容器供應業者統一編號 一個是售托代工廠商統一編號 那這兩個差別呢主要是 一般如果你是向國內廠商購買工品 製造成自己品牌的容器商品的話呢 我們就把你向誰購買容器空品的那個容器供應商 廠商統一呢把它填在這個欄位 如果你今天是委託別人代工代料 生產自己家品牌的容器商品的話呢 那我們就把你委託別人代工的 那一家代工廠商的統一編號寫在這個欄位 再來材質記碼的部分點選空品的材質 點選好以後這個欄位就會自己跳出 在這個材質它每公斤它會需要多少錢 然後呢記得要填寫容器的部分 容器空品的容器部分 再來不要忘了容器的空種也要填 有分本體空種 附件空種 填寫好以後呢 再依據容器的購物量 又或者是委託別人代工的量 在這邊填寫數量 那這邊就會幫您計算 這樣總共會有幾公斤 填寫好以後後方就會幫您計算出這次櫻角的費用 那假如今天是您從國外進口容器商品的話 需要怎麼申報呢 那統一編號欄位就不用再輸入 直接填寫進口的容器商品的材質 一樣費率會自己跳容器機的填 空種填好以後 只要在進口量數量欄位填寫進口的數量 它一樣會自己計算出 那這是要計算的 要計費的十幾公斤 那假如今天我們有出口的狀況 這邊就可以做一個出口扣體 點選進來以後 在這個地方 填上出口包單上的日期 以及出口包單號碼 以及出口的數量 填選好以後 確認儲存副表資料 這邊就會幫你計算 你可以扣體的重量 然後以及後面一樣會幫你計算出 我們這是櫻角的費用 那這個是表2的介紹 謝謝大家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申報系統的教學呢 在行政院環保署營業量申報系統網站的右側這邊 就會有申報系統的教學 那很多表單的介紹都會在這裡 那遊戲區的民眾呢 可以在這個地方點選觀賞 謝謝大家